长生不老 这是不被地球世界规则所允许的 但在遥远的外空 也许真的有长生不老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 关于长生不老的电影 《魔剑》 在美国有一家养老院 这里的老人每天除了吃就去睡 所以在这里摇老的人 身体其实都并不怎样 有三位老头家境医食 可是他们却喜欢偷偷摸摸地 留进政府回收的豪宅 然后霸占着政府家的泳池 来放松自己 他们喜欢这样轻松的生活 可这样轻松的生活 随着一位富翁的到来而打破了 富翁以每个月7500元的价格 暂时住下了这个豪宅 这意味着 这个豪宅不再是没人看管的状态 几位老人看到这一幕后 也都会溜溜地离开了 最后富翁还去海边住了一只船 他们看似只是在度假 其实 他们这次来是为了打捞海底里的一些东西 而每次打捞后的东西 他们都将它尝到了豪宅里的游泳馆 这一幕都被几位老人给看在眼里 他们在怀疑这是不是在运送毒品 三位老人此时竟然又想留见豪宅里游泳 他们喜欢这种冒险的滋味 果然 当他们到了游泳池后 真的看到了几个不明物体 这一次下水后 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非常有力 甚至连大牢都开始变得活跃 从这之后三位老人就不断的来这泳池放松自我 他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年轻 甚至某些功能也开始逐渐恢复 但老人会怀疑富翁是不是在做非法事件 船长自然也会担心 他来查看每天打捞的东西时 正好富翁的朋友小亚出现了 硬着头皮 他必须询问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他不想引火烧身 其中小亚并不想告诉船长 但是显然 对方已经开始怀疑了 于是他告诉船长 这是大型牡蛎 他们这一次捕捉是为了一家水族馆 可这回答并不能让船长信服 于是 他就开始对小亚进行窥视 可没想到却发现了小亚竟然是外形 并且小亚也发现了它 原本以为自己估计九死一生了 但小亚一伙人却并没有伤害船长 富翁告诉船长自己并无恶意 坦诚告诉他 自己是安特利亚人 他们打捞的并不是什么牡蛎 而是自己的同胞 曾经他们也生活在地球 但是一场灾难 让他们离开了 可是还有一些族人被困在海底 他不想伤害任何人 只想带走自己的族人 听完富翁的解释后 船长显然相信了他们 毕竟 他们要伤害自己的话 自己也根本反抗不了 于是船长和富翁打成共识 互利互惠 而三位老人此时又来翻墙 这一次 他们还带了一位新老人墨书 哥墨书看到水里的石头 却不敢下去 就这样 他每一次跟老人们来 都不敢下水 而有一次富翁却提前回家了 几位老人就赶忙躲在衣柜里 可他们却看到了富翁变身的过程 这让几位老人落魂而逃 之后他们选择报信 可是警察 怎么会相信几个老人的话 甚至还警告他们 别再私从民载 从那之后 几位老人就不敢再去好债 可是 这也让他们的身体 逐渐恢复以前的模样 无奈 老人只要壮着胆 来跟富翁商量 想借用泳池来恢复身体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富翁竟然同意了 而要求只是让他们不许碰水里的东西 这让几位老人都非常开心 但唯独墨书还是执意不下水 没办法 几位老人就带着自己的妻子 纷纷享受着泳池的疗效 从那之后 他们的身体开始越来越好 可毕竟是朋友 老人们不断地劝说墨书 因为墨书的身体并不是很好 也许泳池可以拯救他 可墨书却不愿意烦恼还童 他将泳池的功效给收了出来 于是导致所有老人 全部奔向了这个神奇的泳池 可没疑惑 就被富翁给发现了 他赶走了所有的老人 他没有伤害他们 之后富翁将这泳池的秘密 告诉了几位老人 原来他们之所以能烦恼还童 其实是因为吸收了磨碱的能量 可磨碱里居住的是他们的同胞 能量被冲进来的老人给吸走后 富翁死了两位族人 在他们的星球时从来不会有人死去 发生这种事 几位老人非常的自得 而在夜晚 墨书的妻子去世了 他还是来到泳池 希望能让妻子复活 可能量早就没了 他的妻子真的不在了 因为能量耗尽 所以富翁准备离开地球 而老人们选择帮助他 在夜晚 他们将同胞放为海地 吸收能量 忙完这一切后 富翁邀请他们 到自己的星球生活 可以永世长春 几位老人听完后 当然非常愿意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墨书也来送别 他不愿意前往外太空 在准备离开前 老人也给家人纷纷道别 直到他们乘船离开前往外太空的时候 也没有人知道老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认为老人在海上遇烂了 唯独一位老人的小孙子 知道爷爷他们会是 长生不老 这是一部非常温情的影片 1980年出品的客观电影 年纪比少年都大 但它绝对成了上一部好片 电影中讲述了关于生命 爱情的一些思想 有些观点却是让人深思疏虑 长生不老却是非常诱人 但有时候活得太久 也并不是好事 墨书之所以不愿意永世长春 但是因为他的爱人已经不在了 如果你不和我在一起生活 我根本不想永远地活下去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好吧